小伙犯后结账却发现忘带钱包 他想要打个欠条回头送钱 可老板娘却看上了他腰间的喷子 有汤了 给我 不行 枪不能给你 给我 见小伙不识台诀 老板娘当即摇人过来 上边了 有人去帮我拿枪了 听到女人的喊叫 独眼龙带着几个小弟出来招呼 小子 你顶着几个脑袋啊 敢在清风陵的地盘上吃白石 没想吃白石 你给我点时间 我回去取了就送来 我保证 面对小伙的说辞 独眼龙并不买账 你若是直接溜了 那我找谁要账去 有钱交钱 没钱交物 什么都没有 就别怪我们弟兄们不客气 我不想打架 打架 你也配打架啊 独眼龙说话间就要弟兄们动手 小伙自知是自己理亏 秉着不惹事的原则 说出一个解决方案 你们打我一顿 就当我把钱结了 我绝对不还手 独眼龙对这个方案十分难 随着他一声令下 一群弟兄们当即上前招呼 他们手里拎着棍棒 被小伙一顿全打脚踢 直到打得他嘴角出血 才停了下来 小伙结完账正准备离开 可老板娘还垫着他腰间的家伙 你站住 你吃了几份饭呢 两份 刚才只结了一份 还差这一份呢 小伙闻言也不含糊 你们刚才五个人打我 若是一个人算一份 你们现在还欠我三份 欠我的该怎么算 听到围观群众的嘲笑 独眼龙生气极了 他本想凭着人多欺负人 殊不知对面的小伙是个高手 小伙刚才没有反击 只是为了偿还饭钱 见对方得寸进食 他也不再隐忍 见对方再次冲来 小伙抬起一脚 直接踢着对方倒飞出去 他们虽然人多 可在小伙面前 根本就没有尽身的机会 随着小伙的一顿输出 几个喽啰全部失去行动能力 正当独眼龙准备亲自操刀时 一旁经过的魏先生将他们喊平 他看得出小伙不像是不讲理的人 并承诺要帮小伙支付饭钱 毕竟人在江湖要以和为贵 一席话出口 店老板也有了台阶 双方也不再追究此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